将不一样的咖啡豆子 分别让在场的农民来闻看看 然后将煮好的咖啡请大家品尝 将是利用这种方式 让农民自己来辨别咖啡豆的好坏 外观和气味 上课气氛因此相当热烈 发酵水食 对啊 西达毛 他写水食 水里香咖啡农 看到渔池和国姓 因为公所辅导开办一系列的咖啡专业课程 让咖啡等级在这几年内 快速成长 因此建议公所农金课 也来开办相关课程 提升农民的专业知识 就是说要请到那个老师教我们 我们想要的那个技术 我们先买的 如果来请一些咖啡 高兽或是三六公里泡咖啡 这不是我们爱的 我们爱的技术就是 要怎么来摘培咖啡 要怎么来制作咖啡 做好吃的咖啡 因为我们不是在买咖啡 不是在买咖啡 所以如果说 如果说厚厚厚厚的冲泡 对我们来说我们也要挨押 但是我们没有那么重视 今日的讲师陈正阳 摘种咖啡已经将近20年 而且走访过很多咖啡产地的国家 相当了解咖啡国际市场 因此相当建议县内咖啡农 应该要朝向有机摘种来努力 我比较鼓励说就是 如果说没有经济压力的人 反而我会比较用自然农法的方式 去鼓励说不要去施肥 不要喷农药 反而这样你在做的时候 你可以做就是 对自己是可以身体健康 也不会说就是有那个经济的压力 那今天很高兴可以来参加这个课程 没有拼品上非常有名的陈正阳陈老师 来教我们更多有关于咖啡的一个管理 跟后置处理的部分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课程真的很值得 站在国际观来看 台湾的咖啡产量在市场的竞争力有限 但转种咖啡发展咖啡产业 却已经是难投农业的一种趋势 因此如何帮助农民行销咖啡甚至赚钱 就要考验地方公所的用心 好 拜拜